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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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總統 從小呼籲 我是尚人通 頭鮭魚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語大盤表 先看今天台語大盤 所以在昨天這個美股的大漲 今天盤中一度也大漲158點 那後續當然的話 這個漲幅又做到讓收斂 到今天這個收盤 收漲一個58點 指數來到12700 這個12800 還是一樣沒有辦法去做到越過 那畢竟針對 就說目前這個結算點的台股 後續的一個操作策略 跟這個選股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們等一下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們在今天這個節目一開始 當然還是要跟各位做強調就是說 吳老師我們就說針對近期 不管是說盤式的一個規劃 或者是說針對盤中一些 標股資訊的一個分享 我們全面性以前在Lite 已經全面性 轉到這個Telegram 來做一個直接 第一時間的一個分享 那如果說各位 你到現階段為止 還沒有加入到我們這個 Telegram的好友行列 因為畢竟 不管是Lite 或者是說這個Telegram 全面性都是免費的一個服務平台 那畢竟你就說 你如果說你已經有加入這個 下載這個Telegram這個APP 那你就可以直接輸入我們的帳號 我們帳號就是good58168 你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們這個 Telegram的好友行列 那後續如果說各位你本來就加 如果大家還沒有下載這個APP的話 你有在用Lite app的話 一樣你都直接到我們這個Lite app Lite app的下方有一個功能選單 那這個功能選單 你在按照它的一個步驟 總共三個步驟 直接做點選 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們這個 Telegram的好友行列 那比如說你有這個Telegram 這個APP的投資朋友們 就可以直接輸入這個good58168 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一個帳戶 來做到直接的一個加入 那後續我想針對這個台股大盤 畢竟我想我們在這個結論當中 也跟各位強調過很久 目前的一個台股大盤 依然維持在這個叫高檔震盪 那這個高檔震盪這個區間 大概12500到13000點 那當然話就是說 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檔文化是落在這個前天 前天我們也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說從前天開始 越均線這個趨勢已經開始 由上轉下 那這個由上轉為下彎 是微虎 這弧度很小 這個這個它的角度很緩 等於說 做到微虎的一個下彎 那這個微虎的這個下彎 等於是說 最主要是因為它在扣底 當時扣底在這個8月5號 6號7號那時候連續三天 越扣越高 那所以說等於說 這連續三天的一個台股的部分 越線的一個趨勢 都是形成一個叫做 往下的一個發展 下彎 那當然話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因為畢竟 最近這個波段 我想從這個禮拜以來 幾幾乎乎美國的股市 每股都在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 不斷不斷每一天在做一個 改寫上的一個歷史新高 那每股的一個狀況那麼好 那問題台股的部分 幾幾乎從上個禮拜以來 幾幾乎乎每一天都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那開高走低 我想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說你不曉得你有沒有發覺到 就是說你最近的一個操作 如果說你是早盤一開盤 開盤之後 早盤你去做買進的投資朋友們 通常到收盤 股價都是形成壓回 開高走低 那這樣子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如果你在近期 你的這個慣性 你是到尾盤 尾盤你在做一個買進 隔一天開高走高 你就賣尾盤買 開盤賣 隔一天的開盤賣的話 通常你的一個獲利的這個 短線的獲利這個價差 就能夠去做到 這樣不錯的一個累積 那問題如果說你是早盤買到尾盤 通常都是怎麼買怎麼套的 一個實際上狀況 那因應我想這樣子一個實際上 盤式的演進結果 比如說我們在近期也不斷 跟各位歸納 最近這個波段各位你的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我們就很簡單 給各位歸納這三個操作面的一個重點 針對不同個股 你個股一定要去做這樣區隔 根據這個訊號 買強空弱 買強空弱 那什麼叫做強 什麼叫多頭股 什麼叫空頭股 我想這個個股的一個形態結構 你務必要去做到完完全全的一個區隔 什麼叫多頭股 站上月均線 月均線趨勢往下的個股叫多頭股 那空頭的標的就是說 針對跌破月均線 月線這個趨勢是往下 這種形態這種個股 都是屬於一個很標準的這種空頭形態的一些個股 那你買你就要買這個強勢股 賣空 你就要針對這些弱勢轉空的這種空頭架構的一些標的 去執行這個叫買強空弱的一個策略 那其中針對 不管我們就跟各位歸納這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強勢創高的這些個股 屢創新高屢創新高 你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重點 我們就是說我們每一天跟各位做提示 每一天跟各位做叮嚀 不要去做追高 不要去做追高 你要去留意一個叫回測買點 創高之後 你如果說你當時前一個波段沒有去買再起上點 你就靜待它回測拉回 產生回測的一個買點需要產生 你再做一個重新的一個買進就OK 千千萬萬不要去做到這樣追高 追價的一個動作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針對漲多的一些標的 你要去特別特別留意 會買也要會賣 產生高檔賣訊 無論如何 根據訊號去執行 各位應該做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再來的話 針對這些空頭股 跌身的這種空頭個股 它只要買點訊要產生你當的話 你可以去搶這個反彈 搶這個技術性反彈 一定要手腳要快 彈上去 不管是說反彈成功反彈失敗 反彈失敗更要賣 反彈成功 你有一段的一個價差 彈上去碰到壓力 這個漲勢受阻那個當下 一樣無論如何 執行 反彈上去比較大的壓力 不管是就像月線的壓力 細線的壓力 碰到這些大的壓力區 如果沒有辦法去形成 一個大量的突破客戶 那當然的話 這些標的 又是一趟跌勢的一個開始 你要去執行出多搬空的這個策略 我們就說很簡單 就跟各位歸納這三個操作面的重點 那當然的話就有一個 我們第一天 第一個我們每天跟各位做提示的 所謂你不要去做追高 那包括我們就列舉 就是說在今天 今天如果說各位 今天你針對 像這個26229的像延通 這檔標的 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在今天漲停的時候 你去做到一趟追價的投資朋友們 第南景 你是現買現套 套的弧度相向深 畢竟像延通這檔個股 當時買點在這個8月27號 20.05一路漲 漲到今天你看到這檔標的 你去做一個追的一個動作 追進去之後 今天有攻到漲停 你漲停板 你用34.15你做買進的投資朋友 到收盤 這個追高的一個代價 一天賠掉15% 一天你就漲到15% 漲停一路跌破平盤 收盤跌了快接近5% 一天了多少 一天都賠了一個15%的一個價差 所以說針對這種創高的這種個股 我們一樣每一天叮嚀 各位你不要去做追價 因為畢竟他今天這個多方這個力道 快速快速的一個縮減 那代表就是說 短線上漲太多 起太多 漲多的標的你要去留意賣 那重點 你一樣不要去做到一趟追高的一個動作 像今天延通 你是現買追漲停 馬上一到收盤 一天一天就賠掉15%之多 那所以說針對這些創高的這種強勢的多頭標的 你的一個切入的一個原則 我想我們再從這一路以來都跟各位做分享 包括像這個做ABF載板的 像這個南電 南電新興的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族型的個股 我們從7月份以來幾乎每一天都做長期的一個追蹤 那尤其不管是說像ABF載板 像南電新興 這一個波段股價都創造它的創新高 像西興也創造歷史新高 這些創高的這些個股 你不用去追 你就靜待它回撤 產生回撤買點 你在做到它買進的一個動作就OK 因為畢竟 標準的這種多頭架構的個股 多頭架 這個月線趨勢是往上 它又重新又是 站上這個月線的這種架構的個股 叫做很標準的這種多頭股 那多頭的標的不追高不追價 你就用靜待它回撤 你就做到它買進 買進的一個動作就OK 拉回 找買點 只適用在這些強勢的這些主流標的 畢竟像南電我們給各位分享 當時波段買點在這邊90塊半 一路創高來到147塊半 那它賣點產生在這個140塊半的後續 創高做拉回 漲多賣點產生做賣做拉回 那這一趟拉回我想這條均線各位看得很清楚 月均線持續線高角度的一個上彎 那這個月均線均線本來就是會有 比較助長跟助跌的一個作用 它 趨勢是不斷不斷往上 那往上 就算它微虎跌破之後 都還會把那這些 再把股價再帶上去 那帶上去我想以南電的部分配合 這個禮拜 禮拜一 就說在9月1號 禮拜二 9月1號 它產生 它的一個短多的一個 回撤的一個買點訊號 它當天極短性 買點在118塊半 那60分鐘的買點在這個129.5 趕快 回撤買點需要產生做買進 那以南電 禮拜二 當天買點一道 立馬鎖住漲停 鎖住漲停 那昨天漲停之後 小紅小黑 昨天拉回大概1.1% 延續到今天的這個南電的部分 給它實際性又大漲 大漲超過8% 前年漲停 昨天休息一下 今天繼續漲 我想這是一個很標準 多頭架構 形態這種個股 那你當時 你不需要去用追的 你就靜待它回撤買點 產生 拉回 再來針對這種多頭強多個股 來做這種拉回 找買點的動作OK 南電是如此 那甚至包括像欣星 欣星這場標的一樣 8月13號 它創歷史新高 來到這個94塊半 那當然那一天我們都跟各位做分享 量價同時到頂 量爆到23.5萬 這個也是它那個歷史新天量 股價94塊半也創歷史新高 那等於說量價到頂 無論如何請各位找賣點 波段賣點在89塊2 賣掉之後拉回 拉回一樣 月經線有做到微幅跌破 那等於說 相對於趨勢依然還是 不斷不斷維持往上 往往都是一個至少45度以上的這種 高角度的一個往上 那角度越大 它往上推升的這個力道 就會越強 相對一樣欣欣 禮拜二9月1號 它一樣買點回色買點 需要做一個產生的後續 當天前天大漲6%多 去6%多 昨天小紅小黑色 昨天我也壓了0.8% 那今天持續性 今天又做這樣續攻 這個就它還沒有形成一個增量 大幅度增量之前 股價都是比較溫吞一點 那重點是說後續 只要形成一個叫滾量 滾量的話 就會形成一個叫做極速的上攻 新興的部分 一樣 前天買點產生做買 一樣到今天 連續三天 今天還是持續性做這樣創高 一樣現買現賺 這針對 我們就是說 針對近期我們提示給各位 相關這個策略面的重點 買我們就要買這種 叫強勢的這種多頭標的 那另外包括我們在近期針對 為什麼你要買強 因為我們就當時列舉這檔 6449的像玉邦 那針對這些相關強多的一些個股 我們一樣請各位根據訊號 我們去執行這個叫 短波段的一個操作 尤其說目前這個台銅大盤 在做高檔震盪 這比較沒有一個所謂的波段行情 值得各位去做期待 那各位你的操作就很簡單 全面性根據訊號 賣訊產生做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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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趟一趟 一檔賺完 再接一檔就OK 畢竟像當時玉邦 創高不追 拉回 回測到月線 繼續做到磁性創高 那像玉邦當時買點 46.2元買點在這裡 馬鈴薯要產生 後續也創高來到這55.6元 這一趟至少價差超過20%以上 賣訊產生在53.8元 53.8元 我想這個訊號就是清明楚楚 賣訊一產生到今天收在53塊錢 買得漂亮賣得更漂亮 你就把這一趟這個價差 擷取下來就OK 這循環超過時間 超過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有買有賣 玉邦 3374精彩 我想我們這當時 買點產生 那當下我們全部用第一時間 分享各位 不管是玉邦的這個 這個當時 8月24號 精彩一樣在8月24號 這個我們在下午 17點58分 一樣在Telegram分享各位 買點產生在108元 今天精彩已經功高來到132塊半 這一趟 大概一個多禮拜 已經來到24塊半的一個價差 買一張就賺快接近2萬 那各位要特別留意 股價創高指標 我想這個已經打做第二個頭 股價創高 那問題指標並沒有跟上來 這是已經有點背離 背離要特別留意 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精彩的部分 另外包括像這個5457 像宣德 這檔標的 我們在這個8月25號 相關分享 買點 買點產生 當下125塊半 那我想宣德 在8月25號 當天公到漲天 隔兩天 股價改寫 它那個新高 來到138塊半 差一檔工漲天 差一檔工漲天 後續我想 配合 漲多的標定 你要去特別留意 這個賣 我想以宣德這個波段 賣訊8月27號 137塊半 賣點在這裡 賣點一到 到今天這趟拉回 拉到這邊來 這個就是不斷 我們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你會買也要會賣 有這個工具訊號 你都不僅僅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精彩的 這個宣德的部分 那七宏我想 我們在當時8月21號 也分享各位 買點產生你做買 這一趟 創高來到70塊錢 賣訊產生在69塊 69塊錢 那等於說 後續我想以七宏 到目前 賣訊69塊錢 產生的後續到現階段 有過 又做到折返 今天收在67塊1 也差了10塊 接近2塊錢 會買也要會賣 創高個股 你就留意後續的一個回測 買點就OK 這針對近期 你要如何來做 這樣買牆 工作 這個策略面那個重點 那另外包括 在這個接安點 有很多個股 你要去留意賣 那賣我想我們從7月份 像包括就是說 在禮拜一我們相關分享 各位這個 我們在盤中 一樣10.19分 針對當天產生高檔賣訊的 這兩檔標的 一樣工具跳出來 不管是廣區 賣點在48.7 因為這都是多頭個股 你只能賣還不能空 賣訊在這邊 48.65 修正拉回 今天收在這邊 就是46.75 差了兩塊錢 衛華科 這連續四天 連續四天 連續四天 賣訊 44.55 到今天 今天實際性做一個創低 連續四天 拉回已經拉回18.3% 這是之所以 為什麼你要會買也要會賣 我想這個工具訊 都可以很明確來協助各位 買得漂亮 賣得更漂亮 你不賣 不賣到今天一差 差在要兩下 神奇 我們在禮拜二分享 賣訊49.4 今天 收在這個48.75 在下面 同志賣點在這邊 畢竟這個月限空頭 這是賣點就是空點 買強空弱 行在這種個股去做卷空 這個一樣 8月31號的多頭個股 買點32.1 行運的 其實幾乎每天做一個創高的態勢 所以我想操作面 就是很簡單 全面性根據訊號 會買也要會賣 那相關針對 漲多的標的 不管說我們從7月7日要分享 金利科 一稍增36.8% 最近又開始領起來 你要去把握這種多頭股的回色買點 今天這個金利科拉到漲停 連8顆 賣訊 差了多少 25%多 185塊的價差 緊急說包含愛浦 愛浦的話 一拉回更恐怖 160塊錢 35% 不到兩個禮拜 跌掉35% 會買也要會賣 國具 一路修正 這一趟拉回 72塊錢 全面性 請各位烏路如果要會買也要會賣 那針對就是說 我們這套工具 除了能夠去協助各位 精確的一個選股以外 我想這就是針對不同個股 它那個買賣點這個訊號的一個區隔 什麼該做買 什麼該做賣 能夠提供給各位 這個是這套工具最大最大的一個方便點 那等於說我們在這個工具 各位你如果來做一個取得 那我們在今天實際性有提供各位 這個三倍優惠方案 會費減一倍 會期加兩倍 那是詳細活動訊息 你就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Telegram 直接做登記的一個洽訊 好請你們告一段落 謝謝收看 謝謝